欢迎挑战者许富凯 第一次来就取得挑战未免者之歌 谢谢 演唱的歌曲 蔡小五的爱情楼单 爱情楼单 爱情啊是随无路灯 我的心就不贵真人 为一夜七春随体梦 为你这场美兰 这大城这违行 天火路都牵你遥返 无奈爱情的路灯 无奈爱情楼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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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低频还蛮强的 好 先休息一下 谢谢 哇 今天两位呢 荣争狗斗 对 就是这个我们之前有预告的精彩可奇 真的 到底谁胜谁腹 鹿死谁手 很紧张 我看那个评审的表情都很凝重 也非常头痛 但是我看徐璇的表情好像今天会有变化 诶 不知道 他每次来都有变化 是 李吉利老师 好 恭喜第一次站上这舞台就马上以 以那么强大的一个实力来参加我们的那个挑战赛 麦克风绝对是你非常非常大的武器 你因为你的vocal 你的音色跟你的共鸣 天生就跟麦克风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你唱起来完全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声音也很适度的非常的松 所以你真的是一个天生的可以唱歌的人 那如果说老师今天从你身上找到的唯一的比较遗憾的地方 我常常在挑战赛里面我会采取一个 一种角度切进去来看 就是说这个歌你怎么去演好它 那演不仅仅是唱 演还要说还要去讲歌词里面的一些意涵 OK 但是呢在四个无奈里面 最后一个无奈让我觉得有点可惜 本来想在这里面呢 看看你会不会给我一个什么 可是我发现你好像有点 这是还是交代过去了 在这里少了一个那种 你门一脚 那种回马枪 有点遗憾 所以呢我想一想 我还是给你很不错的分数 可是呢相对来说心里面是有缺憾的 罗文聪老师请 富凯我觉得你是黑马中的黑马 我觉得今天这首歌 确实在我听很多人唱过爱情楼单 我觉得你的歌唱技巧真的很成熟 包括那个转音转的让我觉得 找不出一些缺点 哇 那个转音转的太棒了 我的心中卫家人 一定想有肉像 然后这首歌虽然说段落很简单 但其实处理得很有层次 包括一些集收音什么的 我觉得在里面一些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好 所以说这样不把分数打高 我都对不起自己 我觉得这首歌 哇 掌声鼓励一下 我前面还没有 两年了吧 哇 罗文聪老师很少讲到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听到赞美一个人赞美人家 所以我觉得富凯我要鼓励你 就是说你未来的选歌方向 你应该以你的实力 其实可以再选择比较复杂一点 甚至难度再高一点的歌 好 我觉得我们想听到更好 更更高超的歌唱技巧 在这个舞台上 好不好 听晓文老师请 其实现在气氛有点凝重 S今天是因为第二打第一 许富凯没有那个压力 我们常说在做第二名最幸福嘛 没压力 今天唱这个爱情如单这个歌 刚刚罗老师也讲了 几个转音简直是无懈可及 那个 没这么乱 还有 七情没乱 那个地方那个收放 那个强弱 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个压力 就是富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今天以 就是说歌唱技巧来说 你几乎 没有可挑剔的 但是我要提醒你 唱歌我们最珍贵的是什么 不要把自己弄成唱歌机器 好不好 你在技巧上几乎是得满分 但是不要忘记 那个情感还是我们最珍惜的 用技巧唱 唱不到满分 说老实话我也很紧张 那我们等会就看结果吧 好恐怖 观众朋友最想知道的分数 今天会是怎么样的 许富凯能获得几分呢 评审 请给分 我们看许富凯可以得到几分 910 818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8 819 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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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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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體驚혀 18.58 第一小矮老師比較好 11.18 那岸店啦 你把他出來 出來 喔 我們真的是可以這樣下的一大子啊 對啊 碰到高手你才會進步啊 傅凱也哭了 其實也是 為什麼會突然 為什麼 你瞭解他這種感受是不是 為什麼 你也有壓力 他覺得他壓力真的很大 他是說 我為什麼要那麼強 讓對方壓力這樣 他很難過 你這樣 這個意思 我了解 富凱 真的由你來 增加我們節目的光彩 謝謝 你也參加過很多比賽 哭過嗎 哭很多次了 好 那就不稀奇 這個比賽 來 請謝謝富凱 謝謝富凱